柴灣環翠村停車場 星期一清晨在8號風球下再次出現水浸 水位浸到車輪近輪輪的位置 這次是繼9月黑雨時停車場被抹頂後再次水浸 管理處人員出動抽水機泵走積水 使水浸問題未有惡化 也有車主自發清理淤塞的渠蓋 另外環翠村對開的迴旋處 都一度被泥水掩蓋 雨水由車路湧下來掩蓋了兩條之路 那就是溜接通貨車 海罵棣博士 它在1950年多月 我們請問溜接通貨車 說到歓史上 其進貨車 受託貨車 從205年去過